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毕竟少数民族是有自己的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的 而且他们的语言和汉族差别还是蛮大的 学习起来可能会有点难度 不过也不用担心 少数民族和汉族的这场交流和经济往来还是挺频繁的 不少维吾尔族人可以熟练的掌握汉语 所以交流方面可以说没有问题 有个维吾尔族小姐姐也说了 他们对其他民族的人接受度很高 如果遇到合适的人 他们是非常愿意接受汉族小伙子的 所以汉族小伙子们有心意的就大胆追求吧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欢迎评论区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